我真的没想到有一天我会出来跑外卖 就是因为房贷都还不上去了 我一个月四千块钱还不上去了 房子而亏了三十万 现在一个月要还四千块钱 现在有没有收入 因为我的工作很不稳定 现在市场大还你就不好 所以这个月的房贷快还不上去了 四千块钱 所以我现在要去跑外卖 这个月还有十天 看能不能跑外卖能跑个三十千块钱 压力好大 为什么非要买房子 为什么要背负房贷 你怪自己找不到好的工作 有没有什么学历 在合围这个城市 生活真的好糟糕 一塌糊涂 压力好大 他连四千块钱的房贷都快还不上了 就关不了 有没有跟我一样的 有这种情况的 你们现在怎么办呀 我老公呢 曾经月入两三乱 现在呢失业在家 正在找工作 我特别佩服他的一点就是 他能去跑滴滴 还可以接受跑外卖 去跑滴滴 跑外卖 之前他在赚钱的时候 就是在工作的时候 就想着 多赚点钱吗 就说周末的时候去跑外卖 所以他前两天去跑了十个小时 从下午的两点钟到晚上的十一点多 快十二点钟才回到家 跑了四个单 从惠阳跑到东莞接了四个单 才赚了多少钱 两百多块钱 第一个单是赚了六十多块钱 第二个单是五十多块钱 第三个单三十多块钱 第四个单呢 就是八十块钱 我觉得这种情况的话 根本就赚不回来这个本 可能还要往里面倒贴一些 今天啊 我弟媳妇给我打电话 他说呢 我弟又失业了 感觉啊 自己真的是忍不了了 他说 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弟啊 到哪里上败 上不了几个月啊 哪里就会倒闭了 其实呢 确实今年的行情呢 是这样的 很多工厂 就是员工还没有拟职 上这几个月 那他就是突然倒闭了 就我身边听到的 也是特别多的 那我弟媳妇就觉得 为什么别人可以 稳稳当当的在一个工厂里 为什么 我弟总是在不停地换工厂 然后 为什么总是那么倒霉 去每个工厂里面 似乎就有的是年三个月 有的五六个月 那工厂就会倒闭 我真的是崩溃了 没有家庭支撑的大学生 真的是毕业级失业吗 本科毕业后才发现 当今社会大学生 真的是烂打劫了 我们毕业真的很无力 每天都在自我怀疑 焦虑压抑绝望 上大学有什么意义 他还吐槽 一个宿舍六个同学 现在有五个没有工作 其中一个继承家产去了 自己寒窗苦读食欲仔 才真正读懂了那句话 只要肯吃苦 就有吃不完的苦 小伙子的经历 确实是当今社会的普遍现象 加上他的遭遇 让很多人想到了自己曾经的经历 也有不少为人父母 仿佛看到了自家孩子的影子 所以他不经意的一条视频 竟然爆了 有人为他出谋划策 让他趁着年轻 学一门手艺 像电工啊 理发啊 汽车维修 都是不错的技能 这确实是个很好的建议 有一技之长 虽然不能飞黄腾达 但讲家糊口 绝对不是问题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已经不适合现在的年代了 360行 行行出状元 却经久不衰 远远流长 有位网民叫海的朋友鼓励他 说自己也是本科毕业 也没有家庭支撑 但人到中年了 却清醒了意识到 大学毕业和没有学历 还是有区别的 有了更多的知识 对事物 对社会的认知更透彻 对新东西的接受能力更强 对特殊性质事物 更容易接受 还鼓励小伙子 只要认定一个方向 放下身段 身功十年 绝对会成为 同龄人中的佼佼者 也有网友劝小伙子 不要定位太高 想找到工作 就要放下身段 哪怕先干个保安 服务员 外卖员之类的 积累经验 提升自己 其他的慢慢再来 现在大学生遍地就是 毕业就等于失业 那读大学 还有什么用呢 进入七月份呢 又到了大学毕业的时间 预计有1000多万大学生 都要毕业了 现在这个年代 和我们90年代的毕业生 不一样了 我们那时候呢 如果没有能力 留在城市就业 就是回到县城 或者农场 你也能有份工作 那时候回家乡 参加工作的 基本上都是中专生 大学生根本就 没有回来的 这说明那个年代的 大学生还是个强所获 也都能找到 一个体面的工作 可现在呢 1000个人里面 估计有得有 900个孩子读大学 大学生虽然多了 但工作 却不好找了 现在每年1000万左右的大学生毕业 社会上你哪来的那么多岗位 供他们去挑选 所以就是刚出校门的大学生 毕业就成了失业 没办法有的学生 就去送外卖呀 跑快递呀 甚至我看到一个女孩子 没办法去当客串演员 这是不是我们当代大学生的悲哀呢 现在又出去外面乱了 最近打算在我们墙里面起急 不干了 想出去外面找个工作 现在提前到深圳这边 看看有没有好的工作 外面那个墙叫尾棚电源 但是没看到墙门口这里有招工的 感觉这个墙还是蛮好的 但是不怎么看到招工的 这个墙在福永这边 也是开了好多年了 从我来深圳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 这里是深圳福永 艺绿生科技 听说这个墙媚集很多 但是现在 媚集应该也没有多少了 这个墙女孩子确实挺多 但是那是以前的 现在的都是大妈多 没有结婚 没有男朋友的已经很少了 所以想进这个墙 找你朋友的男同胞 感觉想进去找你朋友 还是有点难 墙里面出来加工的 估计也没有多少吧 现在深圳的工厂 交工的越来越少了 没有年头那个时候 交工的多 在深圳福永工业区附近 逛了一下 发现这边的工厂很少 交工的 反而想打算 在我们这个厂 骑工 出来再另外找个工作了 但是现在看起来 还是有点慌 以后不知道怎么办了 到底要不要骑机出来 大家好 我是冲儿 今天我带大家来看一个地方 我也有很久没到这边来过了 在我背后 以前是非常繁华的一个商业节 是6点钟下午的 这个时候基本上是人山人海 但是现在这边是空荡荡的 大家看得出来吗 以前这个地方 那是人山人海 第二都不夸张 以前这边的话 主要就是这种小吃的比较多 就是高餐一点的比较多 那头就是到来头 我们就不过去了 基本上都是关门了 这里有汪宝 草食 然后这种高餐饮也比较多吧